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曾听过这样的传说 自然浩瀚 造物神奇 牛樟枝究竟被赋予怎样的灵犀 本期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一起 走进宝岛台湾 见识森林中的红宝石 这里是台湾 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 美丽富饶 物产丰富 素有宝岛一称 地处亚热带海洋中的台湾 气候温和宜人 长夏武东 适宜于各种植物的生长 因此岛上大部分土地都赋予翠绿的森林 于是又有了海上翠维 森林王国等美誉 就在这崇山峻岭 风姿多变的森林之中 有一种生物 以其独有性 被视为森林中的红宝石 它就是牛樟枝 对于内地的很多人来说 他们对牛樟枝并不了解 甚至从未听闻 那么牛樟枝究竟是什么呢 这一块各位所看到的 这个红红这个主食体 就是牛樟枯 它这种是一种死于尊菌类 也就是一种菇类 那这种菇类呢 和一般菇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我们少看到的菇类 就是有扁 有一个伞 那这个牛樟枝呢 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贴在这个木头上面长 它没有伞 那这种呢 就是生长在台湾高山的 一般我们称它为红宝石 就是说它非常珍贵 牛樟枝用名牛樟枯 牛樟枯是牛樟树上发现的唯一抚慕菌 野生牛樟枝 仅生长在牛樟树腐朽之内壁的中空处 或枯死腐倒是牛樟树阴暗潮湿的表面 数量非常稀少 且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每年生长厚度仅几公分而已 野生牛樟灵枝 唯一赖以为生的宿主 台湾牛樟树 放眼全世界 只生长于台湾海拔 450至2000米的山区 由于数量稀少 采集不易 所以被台湾归为 保育类树种 这一棵是台湾牛樟树 它是变列为第一级保育类的树木 它非常尊贵 在全世界都没有这种树 只有台湾有 所以说它是非常尊贵的 那它生长的环境 大概在600到2000 这个之间的海拔 那海拔越高的话 它长得慢 子地也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1700公尺 所以说这个 这棵树呢 可以说是品质非常好的 牛樟树 牛樟枝 不会生长在一般的樟树 如白樟等类似树种上 它只寄宿在牛樟树上 牛樟树为台湾原生珍贵树种 因不易腐朽 昔日雕壳 家具制作 大多采用牛樟墨 日具时代 就因雕壳 家具也发达 加上张脑牛的大量需求 使得牛樟树 遭到大量砍发 以致 濒临绝种 也正是因为野生牛樟枝 对生长环境的挑剔 以及数量的急剧下降 使得要想发现 和获得野生牛樟枝 十分不易 而这也就让野生牛樟枝 更加的弥足珍贵 但野生牛樟枝的珍贵 不止于此 更是因为它天赋异禀 赖敏南博士 是台湾著名的 孤迅类专家 智力研究 孤菌类生物 已经三十多年 二十八年前 赖博士结缘牛樟枝 从此便一心 铺在了牛樟枝的研究上 赖博士是我的学长 我们在同样一个研究室 一起做博士班的同学 1989年南京的一个国际会议 我去参加的时候 那个标本 牛樟枝的标本就是 获得博士提供 本来就是要交给张教授去 张牧武张教授去鉴定的 那一年张教授没有到南京来开会 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 辗转交给了张教授 张教授很快 就在几个月后 马上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是台湾发现的一个新的种 这个新物种就是牛樟枝 它在山林间呼吸了千百年的雨露风霜 它的神奇也在原住民间秘密流传 我在大概15年前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里面 碰到一个台湾的原住民 那他本身是住在高雄的山区 那有一次他帮家里面的这个农作物 就喷农药就农药中毒 那家里面刚好有一块牛樟枝 就先让它含在嘴巴里面 然后就后送到高雄的这个大医院 那结果车醒大概一个钟头左右 他人就醒来了 有很多的传说 就是说牛樟枝它可以治疗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 包括癌症 那包括食物中毒 在学术界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去研究它不同的功效 以生牛樟枝的神奇 在台湾山地原住民部落里广微流传 但它却一直密而不宣 所以虽然牛樟枝在台湾民间应用广泛 有着许多民间案例 但直至1995年 才被台湾真菌分类学者确认是台湾的新物种 向国际间发表 那么牛樟枝为何如此神奇呢 牛樟枝的主要成分 主要是三铁类 还有多糖体 还有一些抗氧化酵素 还有腺钢等等 牛樟枝跟其他菇类的 最大的在成分上 最大的差异性就是在牛樟枝含有丰富的三铁类 特别是对于癌细胞的毒杀作用 这些三铁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铁类在自然界分布广泛 菌类 蕨类 单子叶 双子叶植物 均有分布 三铁类化合物 是一类具有广泛抗肿瘤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含有三铁类成分的中药 主要重要有人参 甘草 柴胡 黄芪 灵芝等 野生牛樟枝亦含有丰富的三铁类物质 牛樟枝的三铁类成分比灵芝都十倍以上 在台湾 对牛樟枝的研究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但研究势头日益猛烈 除了赖敏南博士 黄良德教授 苏幸华教授 也都是研究牛樟枝的专家 当初为了更深入了解 不同牛樟枝的镜种之间的差异性 还有更深入去了解牛樟枝的化学成分 还有牛樟枝的药理佛性 那我们以2003年我们共同就提出一个 整核心的牛樟枝研究计划 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细胞实验 动物实验这些进行的都还蛮顺利的 但是要进入这个临床实验 对人的这个测试的话 实际上的话是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要经过很多的伦理的委员会通过 然后才能够进入人体的试验 但是我们跟临床医师一起努力的结果 这个最近我们也通过了 这个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可以进入真正的 人体实验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case 那这些案例 我们也发现它的效果 也的确展现出牛樟枝应该有的一些成果 科学探索的脚步永无止境 为了证实民间传闻 台湾生化 中西医药界 各大学研究所 及政府相关机构均投入大量经费与人力 深入研究 脏脂的各种功效 完成了许多的研究报告 及临床研究 观察 从200年开始 台湾政府已经投入超过三亿新台币 用于牛脏脂的研究 赖博士 作为最早发现野生牛脏脂的专家之一 他带领 王苏教授一道对牛脏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我们从过去的文献里面 可以发现到牛脏脂 其实在癌症的治疗 或者是预防上面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一个就是直接的部分 它会把细胞堵杀掉 或者造成它的凋亡 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的成分是会造成 比如说它的血管 在新生的抑制 或者是说它的侵略性的降低 第三个部分的话 是说科学家发现牛脏脂 它对于癌症的干细胞 癌干细胞 它会抑制 因为癌干细胞是很少的族群 它只占癌症里面1%到3% 但是这1到3的部分 不受到化疗的影响 它有抗药性 所以即使把一些 清淀性的细胞都杀光了 最后它又会长出来 这就造成癌症复发的 一个主要原因 刚好牛脏脂也有这部分的成分 来抑制癌干细胞 第四部分的话 就是我自己做的研究 就是有关于它的间接的功能 它吃了以后 它会有一些成分 会改变癌细胞的细胞膜 让癌细胞死亡 有关于这个牛脏脂的药理的研究 目前在国际的权威期刊上 已经有发表了 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 已经有超过200多篇的文章 那这些文章主要是在探讨 主要探讨就是抗癌 抗癌的活性 还有饱肝 还有免疫调节 还有降水糖 降水压 等等的药理佛性的研究 但是呢 大部分的研究重点 还是在抗癌方面的佛性 目前呢 这个经由体外细胞的实验 及这个动物体内的实验的结果 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脏脂呢 在抗癌方面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它给予我们栖息之地 也不吝赠予我们奇珍异宝 而能为人类健康造福的牛章枝 就像尘埋地下多年的宝藏 在科学界的努力下 终见天日 令人欢欣鼓舞 今天 牛章枝在台湾有着森林中的红宝石 这一美誉 而它 也正向全世界绽放出 耀眼夺目的光芒 然而 这颗珍宝 却因稀少而难以满足寻常百姓的需求 于是 人工栽培牛章枝 成为学界一个新的课题 那么 人工培育牛章枝的方法有哪些 它和野生牛章枝的差别又有多少 赖敏南博士 为此又付出哪些努力呢 请您关注下期节目 芬林中的红宝石第二集 他和牛章枝有着怎样的情缘 那我1986年就到为了了解这个牛章枝 就到苗栗县泰安乡去探索这个牛章枝 它又是如何人工培育牛章枝的 那我们公司呢 是采用固态栽培法 它可以量产 以生牛章枝的灵犀与神奇 能否被人类智慧所创造 科研路上 赖博士和他的团队 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本期节目 请您继续收看 森林中的红宝石 下 九月份的台湾 天气依旧很热 椰树茂盛 花枝璀璨 这座宝岛处处洋溢着 它的魅力与风情 就在那一望无际的森林之中 牛章枝如同红色宝石一般 吸引着探访者的到来 生牛章枝是生长在高山地区 我们知道原住民是自在高山 他们喜欢喝酒 工作也会长得疲劳 但是他们身体非常健康 那我们经过了解之后 他们常采用 他们当地产的一种菇类 红色的菇类就是牛章枝 每天在吃 那发现他们喝酒之后 醒酒非常快 而且这个疲劳恢复也很快 那这个消息传到 大概在1985年传到平地 那平地人就开始 重视这个菇类 那我1986年就到 为了了解这个牛章枝 就到苗栗县泰安乡 天国的部落 去探索这个牛章枝 那我经过观察 详细的观察 还有培养 那鉴定 发现它是一种 这个菌 尊菌 是一种菇类 那我引起我的兴趣 就开始研究 牛章枝的栽培 就这样 赖敏南博士和牛章枝 结下了特殊 且深厚的情缘 28年来 赖博士 无数次穿越山林 踏遍台湾 只为亲近 那天赐的珍宝 牛章枝 这一棵是树头 光它的树头 就有七顿 它年龄有3000年以上 现在是台湾 应该是唯一最老的一棵木头 那长在这个上面的菇 是自然生长的牛章枝 而且这种牛章枝呢 自然生长的野生牛章枝呢 它的品质非常好 它有特色的味道香味 而且经过分析结果 它的成员非常高 牛章树 是台湾特有的长绿阔野大桥木 与一般常见的章树不同 叶长约15厘米 宽约9厘米 叶倍光亮 每年的6月至10月 为生长期 生长于海拔450至2000米的山区 适用于雕刻 及制作高级家具 剖开树干 以颜色区分有三种 白牛章树 黄牛章树 红牛章树 因为树形粗壮坚实 所以被称为牛章 牛章的木材具有芳香气味 持久不散 千年牛章可育而不可求 得有多少玉露恩泽天体精华 才能培育出这样一个灵物出来 然而面对市场和民众的破解需求 天然野生的牛章汁 却只能被收藏保护 在台湾 600克的野生牛章汁 售甲竟然可以高达数十万新台币 因此它也被誉为 全世界最昂贵的真菌药材 这无疑令许多人望而生畏 为了避免台湾特有的牛章树林 陷入道侃道法 破坏灭绝的浩劫 赖博士在五六年前就开始积极进行 牛章汁的种植造林工作 同时也为了能让普通百姓享有牛章汁 像赖博士这样的专家学者和许多科研机构 企业都纷纷开始研究人工牛章汁的栽培方法 那么人类的智慧能否代造自然的奇迹呢 台湾野生牛章汁 经过多年的研究 发现到它有非常多的疗效 尤其是对肿瘤的抑制更加的明显 但是天然的牛章汁非常的稀少 所以康建生技公司 麦允兰博士 它研发人工栽培 它的环境跟大自然非常的接近 产量也比较多 这里是位于台湾省南投县的 康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赖博士和他的团队 就在这里进行牛章汁的培育研发工作 而赖博士早在28年前 得知野生牛章汁的神奇之后 就开始琢磨 如何将牛章汁批量生产造福大众 台湾看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1991年在新竹成立的生产项目 包括活动菇 蜂蟲 蜂蟲 灵芝 同时我们也开始研究牛章汁的栽培 科技的进步创造了现代文明 正是科研人的不断努力 人类的梦想才会一一实现 野生牛章汁作为山林里的特产 同样可以依靠现代科技去孕育生发 那么人工培育牛章汁的方法有哪些呢 牛章汁的栽培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牛章断木栽培法 又可分为野生断木栽培法 还有人工直径栽培法 那这个时间大概要两年 第二种是固态栽培法 就是用各种谷略或是营养物去调配偶尘的固态培养剂 那这个培养时间大概六个月到一年 第三种呢就是液态栽培法 就是用水溶解各种营养物经过杀菌 然后进行培养 这个培养时间大概两个星期 第四种栽培方法是平民栽培法 方法就是水各种营养物调配溶解以后 都倒在平民里面进行培养 把油粮进种结上去 那这个培养时间大概两个星期 这里好山好水 我们这里有独特的牛樟断木 仅日夜潭这个中央山脉仅有 经过我们多年的栽培培养 我们的培养成果 我们所产生来的牛樟脂 送到有关单位化验检验 结果成分非常高非常好 那么赖博士和他的团队 使用的是哪一种方法呢 那我们公司呢 是采用固态栽培法 也就是说 这个它可以量产 能够大规模的量产 可以萃取龙收 而且呢 它的成分非常完整 为了避免 那我们的最后 是一个人的 有可能是 一个人的 这次的费用 我们的费用 这次费用 我们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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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 我们的费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探索是需要耐力和勇气的 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也没有一番风顺的生活 对于赖博士和他的团队来说 有的只是日日夜夜的努力和滋滋以求的精神 我们知道每一种孤略很多种 每一种孤略都有它的特性 尤其它使用的培养机 还有它的培养条件完全不一样 用起这个牛杖子它生产环境比较特殊 和一般孤略不一样 因为它生长的速度非常慢 非常容易无染 不容易平均 所以基于这些困难 我们公司的每一位研究人员 都是很严谨地在进行每一个步骤的研究 牛杖子实现人工培育 无论对于学界还是对于百姓 都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事情 但是人工培育出的牛杖子能否具备野生牛杖子的优点呢 二者的差异又有多大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野生牛杖子跟人工的栽培的方式来讲 实际上差别最重要就是它的含量的问题 野生牛杖子它的含量会达到 三铁类含量会达到45% 人工栽培是逐年去累积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野生牛杖子经常是已经很久以后才被人发现 所以它累积了很多的三铁类 但是它的成分基本上它的复杂度当然是野生的更高 但是其实在用在药理上的话 它的作用是极为相似的 脏脂萃起物能有效的抑制癌细胞的增生 同时也可以启动癌细胞疗亡的机制 也可以启动抑制心血管增生的作用 以达到抑制癌细胞的生存 人工培育的牛杖子虽不及野生的自然天成 但在药理上殊途同归 与应用断木栽培之牛杖子相比 赖博士的这种固态太空包栽培法生产牛杖子 全球赌一产量稳定 并且可萃取浓缩成多种不同倍数的牛杖子制品 不但质量 风味接近断木牛杖子 而且价格适中 更适合一般消费者使用 如今在台湾本土已经出现了诸多牛杖子的生产厂家 牛杖子的产品也是琳琅满目 叫人眼花缭乱 目前我们制造牛杖子的产品在市场上有几百家 那品质参差不及价格也非常贵 不但让消费者 一般消费者无法吃得起 同时也没有信心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公司集体在研究 如何提高单位产量 提高品质 能够降低成本 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吃得起 而且能够健康 健康品质生活为每一个人所向往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为他人的健康生活奋斗半生乃至整个人生 索性 有这样的先锋者 他们勇往直前耕耘奉献 那我们将来的规划是 第一个我们要生产这个断木牛杖子来弥补其他的这个缺点 再下来我们是想扩大这个设备引进高科技 重新进国家 使我们的产品产量更高更稳定品质更好 能够让消费者更有信心更能健康 导致